好,在生词看完之后,我们下面来看18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说 Modern sculpture rarely surprises us anymore 当代雕塑,很少再使我们感到惊讶了 当代,这个没什么说的,注意这个雕塑,sculpture sculpture这个词,首先注意发音,不要读sculpture 不是o,它前面还是发到V字的这个 再轻轻拍摄的哦,哦,这么一个声音 所以不要读sculpture,在里面 sculpture,sculpture,这表示雕塑 这个词可数也行,不可数也行 如果做可数名词呢,表示雕塑品 不可数名词呢,就是雕塑或者雕塑艺术 本文中,前面没有冠词,后面没有复数 是个不可数名词,就是表示当代雕塑 而不是雕塑作品,这个注意 rarely surprises anymore,很少再使我们觉得很惊讶了 这个rarely,注意,是个时间频度复词 就是一个事情很少发生 我们在生活中呢,有好几个版本 那么至少这四个,从含义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协作中也可以替换,都是表示时间频度 我们分别大声来遍 rarely, seldom, almost never, hardly ever 都一样,我们看到almost never 其实就是rarely和seldom的英文解释了 almost never跟hardly ever也完全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hardly表示什么 hardly表示几乎不,almost not 既然hardly等于almost not,那把他拆成almost not 那个not跟ever拼在一块,不就是never吗? 所以almost never跟hardly ever是一样的 都是表示很少发生,指时间频率 时间频率 咱们看看一个hardly ever的例子 比如三十一刻,146页第十行 146页的第十行,看这句话 No, he owned a large car, he hardly ever used it performing always to go on foot 尽管这个怪人他拥有一辆大汽车 但却几乎很少来使用这汽车 是这个时间的频度 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更喜欢 走着走,安不当车 performing,非为动词,当原因壮语了 好,这是表示时间频率的副词 叫几乎很少 它本身也有否定含义 咱们一般叫半否定词 没有完全否定,但跟否定也类似 那么这种否定词放在剧手又怎么样? 否定词放在剧手 后面是不是叫道庄啊? 那本文中比如说把rarely 或者seldom这样的词放在剧手的话 后面该怎么说? 否定词,否定含义的这个状语放在剧手 后面是部分道庄还是全部道庄? 部分道庄 部分道庄是把主动词,必动词,情态动词 放到主语前面去 本文中呢,surprises里面要扣出一个das 主动词放到前面去 后面surprise当然加动词原型 所以本剧也可以写中 rarely或selden does mother sculpture surprise us anymore? 后面surprise就不能再加s了 因为前面这个das已经表明 它的人称和事态了 就好了 那么这个句子跟课文中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句子里面就特别强调 很少怎么样呢? 强调这个状语 我们说了部分道庄是强调剧手的状语 就好了,意思是类似的 好,再回到剧中 很少怎么样?再使我们觉得很惊讶了 这个surprise呢,叫使惊讶 它是个使义动词 使义动词中国同学不喜欢用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文中没有使义动词 什么意思说 咱们中文只能说使某人怎么样 要再加一个使这个字 英语本身动词很多 已经含有这个使动 这个含义了 咱们看几个例子 你像使惊讶 还可以astonish 使某人大吃一惊 咱们以前见过 还有像使不安 使某人不安 咱们第一个见过 就disturb 使某人觉得不安 还有使回忆起 remind 使某人回忆起某事 还有我们说使迷惑 confuse 叫使某人很迷惑 还有像使相信 使幸福 咱们第一个见过 convince 等等等等 都是使某人如何 为什么罗列这几个词呢? 因为这些词大家不喜欢用 因为我们中文中没有使一动词 大家一说使怎么样 就特别喜欢用什么make呀 什么have等等等等 加这些词 这些词并不是错 但有使一动词的时候 一般就不用make这样的词了 否则的话 你用词就累赘 啰嗦 用的对 却不够地道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它的反应 使我觉得深深的失望 它的反应 使我觉得深深的失望 它的反应 his reaction 一般过去是 使我觉得深深的失望 搞不好 很多人就这么写了 his reaction made me feel deeply disappointed 对吧 它的反应 使我深深的 使我觉得深深的 很失望 这个词当然是对的 但却不好 啰嗦了 老外又会跟你这么说 你说的并没有错 但是我们不这么说 老外说我们不这么说 为什么呢 你说的别扭 这里面这个disappoint 本身不就使一动词了吗 你干嘛还有后面 在前面叫make呢 这句子很别搅的 我们应该把它改一下 改成 his reaction deeply disappointed me 立刻地道 写来了 它的反应 使我深深的失望 但中文中 因为没有使一动词 必须加一个使 同学们执意 就把这个make写出来了 其实不用 很直接的 用这词就好了 好多同学说 我那个雅思口语考试 说的挺流利 为什么得分得的地呢 你说的对 但是却不地道 再看这个句子 what he said made me totally confused 他说的话 使我觉得完全迷惑了 使我完全迷惑了 又出现一个make 这不好吧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看到confused 本身是使一动词啊 是不是直接可以改成 what he said totally confused me 完全使我迷惑了 本身是使一动词 就没有必要 再加make了 这个注意 所以这第一句话中 看着短 其实藏着一些小秘密 后面rarely是个 半否定词 含有否定的含义 后面还有anymore 就得not anymore 放在一块 就不再怎么样 不再我们 是不是我们再能 觉得很惊讶了 好了 那下面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呢 我们进一步展开说了 the idea that modern art can only be seen in museums is mistaken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本的分析 你发现这个白颜色 是具的主干结构 非常短 就是the idea is mistaken 这个想法是错的 什么想法是错的呢 后面那个黄颜色 带下化线的句子 明显是做idea 它的同位从句 就是当代艺术 只能在博物馆里 才能看到 这个想法是错的 等于主语后面 加了一个同位从句 句目 再加上这个系统词和表语 整个主干是主系表结构 这么一个 这是把语法成分的先看清 那么有的同学 可能觉得这句子不好 为什么 有的同学说 老师这句子 头重脚轻了 确实可能有这个嫌疑 因为主语太长了 后面挂着一个 长城的定语从句 句目特别短 is mistaken 这好像头重脚轻了 但这句子是不是不好呢 这个句子不是不好 这个句子是故意 头重脚轻 有那时候 李老师那讲课两头堵 你说头重脚轻吧 你说不好 这是头重脚轻 你会故意头重脚轻 我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该头重脚轻 什么时候不该这样呢 这个不是两头堵 这个真是有道理的 确实看似 这个句子有点头重脚轻 为什么呢 因为同位重句 与它同位的名词 如果同位重句太长了 后面内容短的话 确实可以改变语序 把比较长的重句 放到这个所在句子句目 咱们复习一下 你看在第一课里面 出现过这样的句子 就是14页的第一行最后 到第三行 14页的第一行最后 到第三行 你看这个win重句 在逗号前面都说win重句 win重句的主语是reports 位于Caming to London Zoo 然后在win重句句目 加上这个win重句 咱们说过 一个野生美洲市 在伦敦以南45英里处 被发现了 正是这个报告的内容 它是做前面reports的同位语 但是它位于win重句的句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同位重句太长了 而位语相对是比较短的 老师刚才说 这是在以前说过 这是为句式平衡 那本文中是不是不好呢 本文中不是不好 它是用了一种特殊的强调句 你看正常的语序 这句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the idea is mistaken that 再把这句子抄下去 这个句子就更像咱们第一颗的句子了 但本文中把这个 it's mistaken放到句末去 其实用到一种特殊的 一种结构强调句 这个只用在书面一种 咱们有个术语叫圆周句 还有一种称为叫调尾句 咱们知道说的是一回事 那么什么叫圆周句或者调尾句呢 这种句子是英语句子句伪重心原则的一个应用 叫做伪重 我们在以前说过 一个英语句子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句首 一个是句末 句首是先入为主 它比较重要 句伪是最后一个看到的 印象特别深刻 也重要 而且句首跟句伪非要见个针章 看哪个更重要一些呢 往往是句伪比句首更加重要 就像我们一生谈了很多的女朋友 第一个初恋情人当然重要 但最后一个是老婆 那当然更重要了 老婆肯定排在第一位嘛 句伪比句首更加重要 这种圆周句呢 就是句伪重心原则的应用 它的特征是 它的重要内容迟迟不说 一直都悬着 让读者的心悬在空中 一直把次要内容往句首堆砌 堆砌砌 造成个悬念 一直到句末才皆是谜理 那么识 把最重要的词 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最重要的词一直不说 放到句末才皆是谜理 识 这个词得到无比的强调 因为句末是最重要的位置 那么这个写法 只用在书面中 口语中来不及这么样的思考 所以只用在书面中 而且这个句子不能太多 我们大多数的句子 咱们一般做比喻叫孔雀型的 脑子小 尾巴特别大 但是这种圆周句 吊尾句 有前辈说过 它是雄狮型的 它的特征是 这个脑袋特别大 但尾巴特别小 我们文章中 大部分是孔雀 中间穿插一两只雄狮 否则的话 句句都用这种句式的话 这句式也弹掉了 也弹掉了 你看本文中强调哪个词呢 明显本文中强调的是 句末那个 mistaken 这个想法怎么样 是错的 前面这对其悬念 这个想法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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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雕塑 当代艺术在崩 说了办法怎么样 最莫够够你对不起 这观念是错的 尽管很多证明人 告诉你是错的 mistaken这个词 无疑是最重要的 你看再看一些例子 你看四册的 二十四颗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新概念四册 二十四颗论美这个书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That all great art had its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beyond is undeniable 他说 所有伟大的艺术 都有这一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使人联想到天外世界的能力 这一点怎么样呢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大家注意到 句首为什么加一个that呢 因为整个这个is前面 从that到is前面的句子 明显是个主语总句 后面是细表结构 它的主语是个主语总句 那我们知道 一般同学说 这种句子我们一般 是不这么写的 主语总句一般放到句末 咱们在主语的位置 一般加一个形式主语 对吧 一般同学说 可能这么写 更避免头重脚轻 it is undeniable that 对吧 因为主语总句太长了 原来在这呢 放一个形式主语 主语总句放到句末去 但这么一写的话 确实句是平衡了 但是undeniable 这个强调的意味 却丧失了 所以你要决定个取舍 究竟你取那头 故那头 这是为了强调 undeniable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无可置疑的 这些句子比较短 咱们再看一个更长的句子 可能体会的 会更加深刻一些 比方说 咱们看一看 这么一个例句 这里面还有一些 就知的夫妻 咱们看这个 他说 这个句子比较长 而且在前面堆砌了一个 特别特别繁琐和长的 一个让步壮业从句 他先说让步壮业从句 从句是次要内容 主句是主要的 他说什么呢 尽管柴克夫斯基伟大的坐底下 怎么样呢 他自己他本人怎么样 Thought of 注意前面有Thought of 后面有S了 这是李老师在前面讲过的 固定搭配是什么 把A看作是B 大家记得吗 Think of A SB 把A当作是B了 这一般过就是 他把Pathetic 这个词我们在以前 生死中12个荒岛生活里面讲过 可以表示可怜的 悲惨的 还记得吗 Pathetic 悲惨的跟那个Wretched Poor一块讲的 Symphony是交响曲 放在一块是悲怆交响曲 它的著名的作品 把它看作是怎么样呢 它的最伟大的作品 最有名的作品 这个Masterpiece 在未来第34课 会看到叫大师的作品 Crowling 叫最棒的最好的 因为Crowling 作名字是王冠的意思 戴在王冠上的 当然是最棒的了 王冠上的保持 那么说了半天 读着说 那到底怎么样 事实真相怎么样呢 尽管他这么认为 那到底怎么样呢 他后面主语 他在主剧中 要揭示秘密了 The Premiere 大家记得吗 这个叫首次的上映 第一次上映 我们这个在当年 我们在第十课 这个泰坦尼号的沉默 讲过什么处女行 处女秀 还有电影的第一次上映 讲过Premiere 这个首次上映 在什么呢 首次上映怎么样 他不说怎么样 他把时间状语又堆砌到前面 在1893年10月28号 这个首次上映 这读者都急了 这到底怎么样呢 他还不说 又堆砌了定点状语 在圣彼得堡的这次首次上映 被证明是怎么样 到最后终于写写写写 令人失望的演出 与他预想的大相径庭 你看整个这个句子重心 最终的信息 当然是这个 令人失望的演出 disappointment 你看用整个这个句型 非常巧妙的把它 推到了句子最末尾的位置 也是整个句子最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圆周句调尾句 这种句子 口语中一般是不可能说出来的 因为需要深思熟虑 仔细的编对位置之后 才能写出 这就圆周或调尾 咱们先有个大致了解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类似这个句子 以后咱们在作文中 看能不能轻松 写出几个类似的句子来